下一位是梁國雄議員 主席 討論的權利當然是不可以討論的 這是一個背論 如果討論的權利可以討論的話 我告訴你 這個會是開不完的 因為永遠都會再開下去 所以你真的不要這樣玩 我真的幫幫你走了 討論的權利是不可討論的 否則你去做大主席就剪了我們布 是不是 不用了 就這樣表決了 已經做完了 所以其實最好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說你問一下那些議員 有沒有想發表意見 按完裝畫線都還可以 否則你有什麼理由 讓我們討論 認為應不應該討論 那權利是不能討論的 現在你在討論的 是 我明白 因為你開了 就是說你不會討論一下 吃不吃飯 那是千言的權利 所以我覺得你之後 你問有沒有人說 畫一條線 就可以了 阿哥 好 下一位